欢迎收看管件新闻 我是管中翔 这礼拜最热门的议题 我想就是所谓中天新闻 那中天新闻其实在过去的一两个礼拜当中 我们大概每一集的新闻里面都会提到 这个跟中天相关的议题 因为说实在的每一次都会有新的事件的发生 新的梗的出现 新的变化的出现 那这时候为什么中天又会引发了这个争议 一部分是因为中天新闻有关于韩国瑜的相关报导 这个遭到裁罚了100万 被NCC裁罚了100万 另外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裁罚报导之后呢 这个中天新闻有跟NCC杠上 待会我们会来跟大家谈这个所谓裁罚新闻的部分 我们现在谈这个杠上这件事情 因为被裁罚了100万嘛 然后这个中天新闻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愤怒 所以就做了一则新闻 这则新闻呢 就是提到了这个 NCC的委员洪真林 似乎 依照中天的说法是质疑 他是这个世新广电系毕业 那有没有这个新闻专业 那这个事情 这个发生之后呢 当然中天做的新闻 不只是在新闻的本身 在相关的谈话性事件上面 也做了非常非常多对洪真林的这个报导批评 甚至是一种攻击式的这种报导 那当然在那个新闻当中也访问了 世信大学的校长以及相关的教授 他们当然也做出了一些回应 不过这个事件发生没多久之后 中天新闻也做了一个澄清 他说洪真林委员在当时并不是去质疑他本身的 这个所谓的世信广电系的 这个是不是有新闻专业 而是问他你有没有受过新闻专业训练 那如果依照你的这个所谓的新闻专业训练 你觉得中天新闻的这个相关的报导呢 是不是符合专业 那当然事实是如何 其实不得而知 所以某种程度上面可能也出现了这种 所谓的各说各话的情况 但是没想到这个中天新闻的这个报导 就引发了世信学生的不满 这个不满并不是去针对这个洪真林委员 这个不满反而是去针对的是这个中天新闻 所以他们发行了一个活动 连署的活动 我是世信人 我反这个望中 那他们这里头就对这个记者 以及这个中天新闻的专业表现呢 提出了一些批判跟质疑 那没多久这个台师大的大传说也发起了连署 去支持这个NCC 要去对这种所谓的不当的新闻专业的表现呢 应该要去进行这个采访 好那大概是这个事件的后续延续 我相信这个事件它后 以后还会再持续的出现 不过回到这个这件事情来说 这其实不是整个望中集团 第一次在涉及事务上面 对相关的人提出一些攻击 例如在2009年的时候 我本人就因为开了记者会批评这个蔡衍明的 这个所谓的并购案 所以收到了蔡衍明所寄出的这个纯正信函 或者是在2012年换照的时候 其实也看到了NCC委员 其实也受到了整个这个被铺天盖地式的 望中集团铺天盖地式的这种攻击 那在2012年其实有一件事情 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中天电视它当时是有伦理委员会的 那也因为它这一种所谓的报道设计事务的这种做法呢 也引起了这个其中的三位伦理委员的不满 包括这个胡元辉 包括季慧龙 包括这个刘又立三位这个伦理委员呢 就先后离职 就是因为他觉得中天在做相关涉及事务的报道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符合这个新闻专业的 那其实在新闻 微信电视共会的新闻自播准则里面 其实也有对所谓的涉及事务的这个报道 他提出了一些规范 包括第一个就是在报道涉及事务时候 必须以新闻专业自主为前提 不可违反这个他们所定出来的新闻自律的纲要 那第二个包括在令这个所谓涉及事务的时候呢 必须接触公共利益原则 还包括要遵循这个公共利益原则 遵循这个利益的揭露的原则 又说这个是因为我在这个事件当中 我就必须要告诉你是 我是有关的 所以要让大家去做一个评判 然后必须要去遵循多元平衡的原则 还包括所谓的比例的原则 如果从这个卫星电视公会 因为这个中天是隶属于卫星电视公会嘛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恐怕有些 这个内容上面都是已经违反了 例如说在比例原则上面 可能就有浪价很大很大的质疑 那的确先不论谁是谁非 我是觉得应该 如果要知道谁是谁非很简单嘛 就是进入到法律程序申诉的程序 那或者是说NCC如果要愿意去公开 这个所谓当时的这个会谈的影带 或者是中天他们有判到 这个所谓当时的会谈影带 就直接把它揭露出来就好了 如果在法律上面是符合的话 或者是双方都愿意的话 其实都是可以直接把它揭露出来 这并不是那么的难处理 那但是即使不揭露 其实也可以遵循这个所谓的 法律的程序去做 可是回到那个涉及事务上面 就是当媒体报道跟自己有关的 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报道 刚刚谈到在中天的这种报道方式 铺天盖地的这种报道方式 恐怕在违反了一些比例原则 或者是是不是有让这个所谓的 相关当事人有这种所谓的陈述 或是对话的机会 或者是某种的自我揭露 这其实都应该是可以被 特别去检视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更糟的地方是 今天被采罚是一件事情 那委员再去 假设他真的对你质疑 可能是一件事情 但是这两件事情有没有相关呢 如果没有相关 你应酬扯在一起 甚至后来我们看到 有一些报道说 这个台大新闻所的招生率是下降的 然后也跟这个事件可能有一些关联性 那这根本就是一个硬扯 那新闻所招生的人下降 其实是一个普遍的少子化的问题 或者是普遍可能对新闻事业 新闻产业的一种所谓的不认同 或者是他觉得这个未来是没有出路而下降 那你硬把这些东西去扯在一起 然后跟我说这个是所谓的 你有所谓的新闻专业的表现 我想很多人大概都没有办法认同 你这样的做法是有新闻专业的表现 当然我们刚刚谈到 为什么会出现这后面一连串的事情 其实跟在这个礼拜一开始的 这个所谓的NCC 对于中天新闻去采访 一百万是有关的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一则新闻 这形状似乎就像一只凤凰 张天上的云朵形容称凤凰 比喻韩国瑜卢秀燕猴 由于三位市长和体式大吉 近日中天电视部分新闻遭到民众投诉 NCC认为报道有偏颇未经查证之嫌 NCC下午召开记者会 确定才发中天一百万元 其内容应注意事实查证原则 致损害公共利益 如借其未能改善必要时 并命其撤换新闻部的主管 NCC表示揭获太多民众投诉 才针对其中六案展开调查 包括中天报道奥斯卡最佳动画 提及寒流助攻 包子把小金人报回家 幼农称倾销两百万吨文旦 拿十虎黑熊与猫熊做比较 其中市长合体凤凰云展翅 NCC开罚四十万 新国大使盯场开罚六十万 另外针对特定人物过多报道 经NCC调查 判定报道比例超过三十趴 发函要求限期改善 但现场也有媒体质疑 如何判定比例过高 NCC判定中天两则新闻未经查证 凤凰云报道涉及怪力乱神 违反工序良善而开罚 针对特定政治人物过度报道 虽没有处罚还 但NCC认为中天剥夺民众知的权力 损害公众利益 判定违反卫广法四十三条 营运不当 要求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报告 落实查证公平原则 若未改善除了依法开罚 NCC表示必要时 可能撤换新闻部主管 针对NCC采罚 中天也发声明表示 所有报道都是为了让国人生活更好 也是鼓励监督韩国瑜市长施政 根据收视率调查 反映多数民众支持其新闻内容 强调不认同NCC采罚结果 将提出行政救济 记者陈淑敏 一个就是第四款是有没有违反这个所谓的新闻 有没有进行查证 这个新闻查证是不是涉及到公共利益 那第三款可能其实是一直被大家所批评的 所谓的公序良俗 而违反一些所谓的公共秩序 或者是所谓善良风俗 这种所谓的一些条款 对于NCC做出这样一个裁决 用这一种条文 其实我本身是有非常大的疑虑 那第一个就是我不是很清楚 他用的这个所谓的查证原则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有没有去做进行查证 或者是这个查证 当然他可能不是有没有去做查证这件事情而已 而是他是不是穷尽做的查证 那NCC委员他有没有去很充分的了解 他的查证的历程是什么 那当然这个报道的本身 其实我就觉得是有点荒谬 例如说谈到那个这个韩国有出现 然后这个天上有这个凤凰 然后等等的这个主要 而且这个民俗专家也预言 这个谢龙界会大胜 他结果其实根本也没有大胜嘛 那这个内容的荒诞性或是奇幻性是一回事 可是如果你要去认定 他是没有查证 或是违反了这个事实查证的原则 这个程序是什么 我想NCC可能要去更清楚的对外说明 那另外一个其实让我觉得比较不安的就是 这有关于社会的善良风俗等等的因素 我其实在很多地方都讲过 这个所谓的如果以善良风俗 所谓的公共秩序 公序良俗这个概念 来去进行财阀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造成所谓的新闻自由 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因为说实在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法律 就是因为他缺乏了这个更明确的试证 就是例如说他可能没有违反了法律禁止的原则 但是其实他也不开心 那所以就用这样一个 但是他可能还真的对所谓的社会风俗等等 会有一些影响 可是这个就会被人家举证说 不是只有我们报道这种所谓的荒诞不尽的事情 别的电视台也有 那你为什么不去去采伐他们呢 或者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那个善良风俗的这个界限 这个非常非常的大 大到随时都有可能是违反了善良风俗 那这个可能会引起的这个所谓的新闻自由的受到影响 因为很多国家都会以社会秩序作为理由 或是以所谓的善良风俗作为理由 去进行新闻自由的潜质 当然如果不是这个目的的话 其实也会引发了在后续的这个术院诉讼上面的一些麻烦 就是可能就是你这个理由不充分 然后会不断的再去进行这个所谓的诉讼 那当然NCC也说如果你没有做相关的这个改善的话 也会建议去测换这个新闻部的经理总监 这些主要的要员 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不妥的 就是这个根本就已经去介入到这些电视台的经营 这个所谓的人事权的部分 那该怎么做 其实NCC不是没有 完全不是没有工具 例如说在这一次的采法的这些内容 这些理由上面 其中有一项我觉得还蛮好的 例如说在中天换照的时候 中天换照其实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当时NCC委员说 你因为有这些问题 你就必须要去例如说做出独立的编审 或者是你的所相关的这个所谓的监察人的制度 那或是相关的制度 你有没有违反 如果有违反的话呢 你就要去改善 或是你必须要去解决这些所谓的当时的一些问题 可是从上次换照到现在也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 那这个好几年的时间 我不知道NCC在中间在干嘛 就NCC有没有好好的去检视 中天新闻是不是有做到这些事情 那如果有的话 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没有的话 我猜啦 我猜可能会没有 或者是即使有那个效力也不脏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是不是早就应该要去处罚他了呢 或是以这个作为一个所谓的相关的理由 会不会更充分一点呢 那另外其实每一个 这个所谓的新闻台在申请的时候 其实都会提供营运计划书 那这营运计划书 我不知道中天写什么 但是我想不外乎 可能是所谓新闻公正客观 然后必须要查证等等 多元等等的原则 这一些在新闻的理念上面 应该要去遵守的一些事情 那我也建议NCC委员 你应该去看一下 他到底有没有去遵守 他自己曾经 announce 曾经声称说 我要做的这些 所谓的新闻的专业表现 或者我新闻台的这个定位 那如果他当时定位说 我就是要去做寒天电视台 我就是要去帮特定的政治人物去宣传 那我就是不想要去监督他们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恐怕现在的表现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的话 那NCC要怎么做 因为这一个电视台经营的时候 就跟他自己的营运计划书 实际经营上面是产生的落差 那NCC该怎么做 那这是你可以用的一些工具 那如果现在的这种做法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当 然后很容易引发很多的争议 甚至当不同的政长在执政的时候 都有可能变成 这个所谓他去处罚 这个所谓的限制 跟他敌对对立性媒体的一些的理由 那即使没有任何的 这个所谓的政治性的目的 这个理由其实也很容易引发争议 甚至到时候会有不断的诉讼的 这种情形去产生 我想这是NCC委员 必须要去做一些思考的地方 那我们再稍微回到 刚刚那个这个所谓的设计原则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不太清楚 NCC委员里面 到底洪真林委员 他到底跟中天说了什么 那但是如果真的如中天所说的话 我想洪委员这样的说法是不妥的 那即使没有的话 其实我也会觉得说 该针对内容去救内容 其实有时候在这个所谓的对谈的过程当中 其实没有必要去谈这些问题 因为很容易节外生枝 好那接下来呢 其实除了中天之外呢 在整个台湾的社会里面 在新闻上面有很多的假新闻 假消息的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的报道 日前传出嘉义凤梨价格崩盘 美台经只剩一元 还有增文水库气质大量文旦的活动 都被政府驳斥是假消息 以往官方都用新闻稿或开直播回应澄清 不过现在多了一个管道 行政院要和通讯软体 以赖合作推出数位当则计划 打击假新闻 现在的其实假讯息 其实非常的犯烂 那又涉及到很多的这种境外不实的一个讯息 所以这个在全球都冲击到一个民主的一个霸占 跟这个我们的国家安全 跟我们的民生 跟我们的灾防 特别有关的这些紧急讯息 我们是特别跟行政院的 即时新闻澄清中心 做了这么一个合作 赖将提供平台 连接行政院既有的 即时新闻澄清专区内容 政府相关部门 在第一时间就能澄清假讯息 而且会用活泼的图文 让民众更好了解 不只是政府部门 民间力量也早就自发性的打击下消息 像是Colfax 真的假的 美玉仪等 都在赖提供查证消息的群组 像这种即时通讯软体 它转发容易 分享容易 那再加上在上面的传播 是一个私密的一种方式 那假讯息就是利用的这样一个特资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资议委员胡元辉表示 查核机构与通讯软体合作 可以借由通讯软体用户 找出更多流传的谣言 再透过查核机构查证 将正确资讯提供给通讯软体用户 才能让杜绝假消息的力量 更加完善 记者欧云荣吴家宝台北报导 好我想行政院这样的做法是比较好的 就是其实在民主社会当中 被批评 甚至被恶意批评 甚至被扭曲的批评 其实是经常可见的 或是假新闻的攻击是经常可见的 那但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假新闻 其实是有程度不同 那这个常常在认定上面会有很大的困难 如果由国家去做直接的管制 可能会引起的争议比较多 也可能会引起的这个社会上面的 这个所谓的不满 当然如果这个所谓的假讯息 假消息是已经违法的 例如说违反了社会维护法 里头的谣言 或者是它造成了某种的这个所谓的 社会的公共利益的恐慌 那当然跟社会维护法有关 那或者是说它可能违反了国安的 资安的相关的法令 那政府去做 我相信相对下是一个比较合理的 可是在一般的状况底下 如果动辄以假新闻去限制报道 这个真的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这几个月 政府其实好 虽然很多人批评它是网红 但是某种程度上面 如果这个网红不是只有在做自我宣传 而是会把更多的时间去提供正确的资讯 那或者是去驳斥这些资讯 那其实是一个更好的做法 就是它本来就应该要多多 跟这个社会宣导这个政府在做什么 那当然平常讲不会听 但是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 其实比较搞笑 说不定大家还会比较去注意 那当然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更积极的做法 这个更积极的做法 就是行政院跟LINE群组去合作 去做及时这个假新闻的这个澄清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之下 让我们提供不同的资讯 而不去干预这个内容的这种做法 至少让民众可以有一个比较 相对真实的资讯可以依据 如果这个行政院或是相关政府部分 提供的资讯 它是本身是真实的 好那接下来是另外一个 可能已经被这个社会遗忘 非常久的一个议题 就是有关于小林村的这个事件 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这一则的报道 多次在法院外沉痛抗议 高雄小林村在莫拉克台风时灭村 一百三十八位存活居民提起国陪诉讼 但禅送八年屡屡败诉 终于在二十七号的更衣审判决首度获得胜利 每人获赔一百五十万到三百万元 小林灭村在一二审判决里都被认定是复合型天然灾害造成 公务员无法预见和避免因此免责 直到上诉最高法院住在高危险土石流浅市区的十五人 属于必须强制撤离的保全户 最高法院认为市府必须要举证为何免责 因此把十五人发回更审 其余一百二十三人判决败诉确定 更以审则进一步确定 村长当时拒绝执行撤离 市府也没有进一步作为 法院强调虽然小林村预定的撤离场所 后来也被风灾摧毁 但如果确实进行撤离 居民还是可能因此选择一清 或到别的地方避难 有机会躲过风灾 对于市府上诉 市府表示会在收到判决公文文以后再做研议 记者王介村莫昭全高雄报导 好像我想莫拉科风灾的这个事情 已经已经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也许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 可是其实相关的这个所谓的诉讼的问题 或者是刚刚看到的国陪的问题 它仍然是在持续 那当然这个判决是做出了 这个小林村的这个居民呢 其实是能够获得这个国陪 这当然是可以当这些居民 有一些在心理上面 身体上生活上面 有稍微可以喘息的机会 可是我要谈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哇这个事情已经很长了一段时间 当时有很多讨论是在于国土规划的问题 是在于烂肯烂法的问题 那这些所谓的国土规划的问题 这个烂肯烂法的问题 其实在这段时间之后 到底政府做了多少 那不同的政府 政党上台之后 是不是有持续的关注这些问题 那如果再发生一次类似的这个大德风灾 除了撤村 除了这个撤离居民之外 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它不要发生 这个不要发生 即使说整个的台湾的 所谓的国土富裕 山林富裕 都能够比以前更好 那这个才可能是一个 更根本的解决之道 以上就是这礼拜的晚间新闻 我们下礼拜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